全身毛茸的小棉蟹看起來像是毛球玩具 背上海背的東西 一般的螃蟹可能它的外觀不會長這個樣子 就是蠻神奇的 特別的外觀引起了遊客的好奇 其實棉蟹學名叫做漢式勞棉蟹 由海中舉重選手稱號 小的時候會把海棉採檢成身體大小背在身上 長大之後會背背殼 這樣做其實是為了偽裝自己 而眼前這隻小棉蟹 海科館好不容易在去年2022年12月成功富裕 人工繁殖能活下來 機率只有萬分之一 我們這次首次繁殖的這個棉蟹 因為它顧名思義 就是它身上其實毛茸茸的有海棉的感覺 所以我們叫它棉蟹 另外就是它有一個生態的習性 就是它會把這個海棉背部在背上 它有一個特點就是它還會把這個海棉剪裁成 一個它自己身體適合的大小 那這次我們很幸運的可以成功繁殖這隻棉蟹 它在12月中旬孵化出來的時候 其實大概有幾萬隻以上 但是在育成的過程中就是慢慢的減少 慢慢減少 最後我們很幸運的只剩成功了一隻 它繁殖的過程之中最困難的點是 因為像螃蟹這個家族的幼生 它的幼生都是會有蠶食的行為 所以它會互相吃它的兄弟姐妹 所以它要維持一個很高量的這個耳料生物 還有它的耳料 才可以保持它24小時都一直有吃到東西 魚類的繁殖其實是難度非常高 那深海它就是它在那個水壓的部分 那個是非常重要的 然後在整個環境包含那個水體的一個 水質各方面的一個 一個調控都是非常非常 非常難去做一個處理的 所以這也是說這個也總而言之 就在它的一個成長的一個生長的一個環境 去如何去把它做的一個很好的管控 是一個重要的一個課題 尤其它會有一些變化 就是說它在不是在同一個環境裡面 它就可以很順利的一個繁殖 它要經過不同的一個環境的一個變化才可以 那像這樣的環境的一個建立 是非常非常重要如何去突破 是很重要的一個課題 除了棉械海科館最近還有一隻 超吸金的海洋生物 全身白的透亮 還有鱷魚斑的鱗片和牙齒 它叫做鶴骨雀散 看起來很溫和 其實是兇猛的外來種 還是個活化石 其實鶴骨雀散又稱為鱷雀散 它是水族種 我們因為它很漂亮 而且它身心兇猛 然後所以早期呢 是大型於盛型的時代的時候 台灣常常引進的一個物種 它的原生種的話 不是那麼白色那麼漂亮 是比較像隔壁那個有花紋的 然後這是白化的 它大概幾萬分之一的種類 所以它非常的稀有 然後因為它的生性很兇猛 而且成長迅速 然後很多民眾買回家之後發現它成長太快 家裡的鋼子負荷不了 所以經常會也放到 比如說台灣的祠堂 或者是部分公園的湖泊裡面 然後它因為生性兇猛 所以會造成一些分屬性魚類 被它掠食完 所以它又是很強悍的 像腸道一樣的魚種 像腸道一樣的 所以農委會公告禁止 這一類的魚之禁止進口 海客館專注於生態富裕 致力於保存海洋生物 希望能夠成功富裕 讓民眾了解更多的海洋知識 記者黃少民金融報導